说假期出行 大伙一定要看完好随身携带的行李 最近就有一位旅客 把行李放得比较远 自己没看住 结果箱子就被别人给拎走了 咱们来看今天的看现场 你是因为太困 就去找了一个没人的三人座位睡觉 由于觉得自己的黄色行李箱 放在座位下面比较安全 就没有随身携带 请来后发现行李箱不见了 民警随即在车厢进行排查走访 列车工作人员提供线索称 在安阳战时 有一名男性旅客提了一个黄色行李箱下车 从视频中我们看到 这名男子在出站的时候 不仅仅背着自己的双肩背包 手中还拉着盗窃来的行李箱 通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确定了嫌疑人刘某的身份 他已经从河南安阳到了广东佛山 几天后 办案民警在佛山一个工地上 将嫌疑人刘某抓获 并在他的宿舍内查获了被盗的行李箱 据刘某称 他下车时 看到旁边座位下面有一个行李箱 周围也没有旅客 便将行李箱顺手拿走 目前刘某已被包头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当时列车在上饶站停车时 这位旅客下车透气 没注意站台的铃声和工作人员的提醒 错过列车 因为当时很快到五一山被站了 我们就怕旅客下车把包拿走 我跟列车长就急忙赶到四号车厢 他的座位上方去找 根据旅客描述的行李位置及特征 城景很快找到了这些行李 随后与列车长一起将行李代置餐车 一同检查箱内物品 箱子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电脑 两个黑色塑料袋装的里面有 一个十万一杂的现金 还有一个六万一是用橡皮筋绑着的 马上就跟那个旅客联系 随后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这位旅客乘坐了下一趟高铁赶到福州站 而他的行李箱也顺利移交给了 福州车站工作人员